我感觉刚看到这个画面的话 都不知道我在煮什么东西 有多少人吃过花 上次我用河南的野菜 煮不精肉做了两道菜 然后有粉丝说 最近也是吃淮花的季节 我还没吃过花 好像吃过鲜花饼 搞一下 买了两盒淮花 哇好香啊 它有一股清芒果味 反正就是很清香 像水果的香味 我们先给它清洗一下 给它倒盆里头加点盐 清洗浸泡个十分钟 给它在这个盐水里头浸泡一下 趁它泡的时候 我们剪点这个大枣 我们先炒一个淮花茶 第一次在家自己做茶 平常也没有这个喝茶的习惯呢 尝尝这个淮花茶怎么样 尝个枣 挺好吃 我买的这种去核的枣 更方便 清洗后煮食 不能直接吃 我刚才直接吃了一个 看起来也不是很脏 没事 吃一个吃一个 这个枣切完了 我们再准备一点点蜂蜜水 少来点就行 给它化开 给它化开 等会用 套完的淮花 给它这个扭出水 给它控干水分 最好再拿那个厨房纸 给它吸吸水 我们就炒这些吧 剩下的留着做别的菜 我们开始炒花了 先用这个中小火炒 就是比这个小火大一点点 这个炒茶 我看视频说 起码得半个小时以上 反正就是在这一直扒拉的 扒拉40分钟 很枯燥 就很枯燥 但是咱们这个料少 应该快一点 炒的差不多 感觉它们都变绿了 就关小火炒 扒拉就扒拉 扒拉就这么简单 就扒拉 就是飞行 还有这种小根可以摘出来 这种应该是不需要的 刚才没挑出来 一股什么味呢 嗯 一股草味 一股树皮味 炒着炒着就发现它原来 白色的花全部变绿了 又不知道为啥 在家炒茶也太累了 这一直给人扒拉半个多小时 这应该得有炒茶机器吧 手动炒也太累了 我感觉它越炒越香 有股甜滋滋的味道 这回炒的差不多了 很干巴了 就是摸了起来 干巴巴的 没有什么水分了 把我们的枣也放进去炒一下 这个枣切得有点大块的 我这个茶也很少 把我们那碗蜂蜜水淋锅边 给它倒进去 再把这个水汽给它炒干 怎么开始炒乱套了呢 坏事了 这放完蜂蜜水 整个锅底变黏了 它们容易粘着上 然后烤红 炒完了 给它这个放盘里头平铺一下 给它晾干 这个茶先在这晾着 然后我们做第二个 槐花窝窝头 这个槐花用一半就行了 另一半等会再做个炒菜 先给这个槐花焯一下水 给它们焯水一分钟 我感觉刚看到这个画面的话 都不知道我在煮什么东西 炒完给它们再过一下凉水 然后给它们挤干水分 我好像整的有点少 没想到就这么一点 也就做俩窝窝头吧 主要我就买了两盒槐花 一盒17 18 一盒200克 太贵了 然后加一点点盐 再来点油 一勺花椒粉 没有花椒粉 再来点五香粉 给它们抓它均匀一下 再来上两勺面粉 给它们抓不抓 粉好像有点多了 一点水没有了 这还能抓成窝窝头的样了吗 这怎么办 加点水吧 从这块已经开始自我发挥了 跟那个酵成不是很一样了 但是应该是这么挽救的 就是粉多加水 给它搞成窝窝头的形状 就是中间有个小窝呗 OK 就这样了 给它放这边脸子上 好 再来一个窝头 OK 俩 给它们上中锅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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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个20分钟 熟了为止 熟了为止 最后我们来做个槐花炒蛋 打三个鸡蛋 哎呦 打出来个笑脸 太会打蛋了吧 这就是打蛋的艺术吗 真没想到 然后给它们来点盐 加一点点白醋 给它们打碎 啊 加这个白醋 可以让它炒的时候 蓬松喧软啊 我看那个教程是这么说的 然后我们再切点这个韭菜啊 都给它切成差不多茬 起锅加油 葱蒜 给它们爆香之后呢 然后直接加入我们的槐花和韭菜 给它们快速翻炒30秒钟 哎呦 感觉我韭菜翻面有点多呀 然后直接给它倒回这个蛋液 再加半勺盐 给它们搅拌一下 其实应该再打一个鸡蛋 三个鸡蛋有点少 但是也差不多 再次起锅 我们加入芝麻油 我听说这个芝麻油炒蛋更香 而且没有腥味 这回试一下 然后我们直接开炒它 炒烂呢 给它炒散 给它炒散 我感觉要换锅了 这不粘锅开始粘锅了 喜欢吃嫩的啊 这个鸡蛋凝固就可以出锅了 但是我打算多炒一会儿 我怕它有的地方没熟 OK差不多了 焦香焦香了 槐花鸡蛋出锅 它看着很不错呀 给它摆冷摆冷 找点芝麻 点缀一下 完美 槐花鸡蛋 这个槐花窝窝头怎么样了啊 像俩肉丸子 槐花窝窝头 我们再来泡个槐花茶 马上就有点变黄了 像茶水一样 先晾一会儿吧 这也喝不了了 OK话不多说 今天是槐花宴 虽然也就两个吃的 先尝一下我们这个槐花炒蛋 闻一下 一股芝麻油的香气 很怪 它有一股 我再尝一口 第一次吃到这个槐花味 它真的很不一样 我刚放到嘴边 我感觉口腔里就有一股香味了 它有一个特别的点 是吃起来竟然有一股主食的味 你懂我意思吧 就好像是嘴里在嚼着米饭一样 有一点淡淡的花香 很怪 有股全卖面泡味 尝一下我们这个 丑陋的窝窝头吧 看起来还不错 说实话 出乎我的意料一点 好像酸菜窝窝头了 尝一口怎么样 好吃的 做好像窝窝头里边夹野菜 还有点咸淡 还可以 还可以 才配上这烙干吗 无敌了 说是 这个窝窝头 它吃起来不像窝窝头 它这口感像什么呢 像贼软和 软了吧唧的 大肥肉 也不是 很怪 这个槐花就是三四月份吃的 过了这两个月份 现在等明年了 槐花茶 槐花茶 已经泡出点了 怎么有个腥味 不是很合我的胃口 这个里边槐花可以边喝边吃 还是接受不了 但是槐花炒蛋真的不错 OK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不要忘了点赞关注 OK